大家好 我是老黄 这个视频我谈一下申请福利的问题 最近我这里的大部分的客人都是脱家带口的 夫妻两个人带着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 他们来英国拿着旅游签证进来 就决定留在这里申请政治庇护 准备博一博 为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准备博一博 改变孩子的人生 我的视频下面有一位网友有一句话说 只要有孩子不问为什么 就是都要论出去 这句话非常深刻 有点像白子运动 什么话都不用说 拿一张白子往政府门口大学门口一站 所有的这个意思都在白子上面了 所以换句话说 只要有孩子问什么为什么 我要改变孩子的人生 所以他们来英国 但是脱家带口来英国 那就面临着一个小孩子读书 防止基本生活费 你撑一段时间可以 那一般申请政治庇护 都要两年三年的拖下去 那么这段时间怎么办 打工的话呢 也是比较困难 因为你的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要12个月以后才可以申请 打工许可 另外孩子读书都是问题 医疗 当然这对英国政府都会替你解决 只是怎么申请 有些人他要我替他申请 但我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不是你们的生活顾问 同时我也不是你们的心理医生 一旦你们生活上遇到问题 或者精神上心理上遇到问题 我无能为力 有的时候我会接一下电话 谈谈我的看法 但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生活一定要你自己去驳 当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没有人帮我的 咬着牙 牙齿是往自己肚子里面吞进去的 看过我的故事 就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所以我从来不愿意在生活上 对我的客人提供帮助 我可以建议 我可以指导 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怎么做 下面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但是我本人不做 非常罕见的 除了我们中国民主党 有一个党员姓崔 他从泰国来的 这是我唯一帮助的人 把他接到我家里来的 而且我全程帮他 包括我个人写担保信 最后他问题全部解决了 包括身份也拿到了 就这么一个 其他我一概不管 因为这个人 他是我们中国民主党 全国联合总部主席汪敏先生 还有当时的秘书长 韩武先生 他们介绍给我的 我把他作为一个组织的任务 我把他完成了 其他的客人的事情 生活你们一定要自己去闯 我只是帮你们走法律程序 指导你们 告诉你们 在拿身份的 这个庇护申请的过程当中 不要走歪路 尽量的提高你的可信度 拿到拘留 那关于生活问题 我为什么今天要谈 但每个人 因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你们就知道该怎么做 根本就不用害怕 黄律师您看这样行吗 考虑到我的语言和政府的程序 完全不熟悉 担心说错引起麻烦 孩子上学和福利 申请的房子的事情 你帮我申请 可不可以 在这方面 您是专业的 也不能让你白帮忙 您看多少钱合适 他愿意花钱 那我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从来不帮客人申请福利 这不是我的专业 我只是了解 其他人申请的情况 我已经老了 我赚不到的钱 我不想赚了 我所有的客人 都是自己申请福利的 这是我给他的回信 然后他回信说 那好吧 可是除了你 我也不认识其他人 那我就继续硬着头皮 跟政府申请吧 那么 然后他问 这次他们要我提交证据 他们没有提到 要交银行流水单 我是不是也要交上去呢 我下面的回答是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您当然可以做到 他回信说 谢谢你的鼓励 然后我再告诉他 只交他们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福利部 没有要你交的东西 你不要交 就交他们要的东西 他说好的 他说明天我再打电话 吹吹 因为我反复要说 你们要吹 电话有翻译的 为什么不吹呢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然后我说他 你只是怯场而已 他说是的 我怕说错了 和整错东西 反而倒麻烦了 然后最后呢 他也不是最后了 他又来信说 福利部给我打电话了 让我列个这段时间的消费名气 比如坐车花了多少钱 吃东西花了多少钱 买日用品花了多少钱 还剩多少钱 入境的时候带了多少钱 等等 让我下午四点钟 尽快发给他们 如果审核通过了 他们会派车来接我们 然后呢 不好的消息来了 他说黄律师 刚才接到电话 我的申请被拒绝了 他们提出要求 一 让我提供 我和我二人的六个月的银行流水单 二 我办理签证时 我说 有带的钱 然后和我实际花费 对不上 然后呢 他就把银行流水单导出来 发给他们 然后呢 他又回答说 签证是中介办的 所以里面的一些材料 如果有不符的话呢 他并不清楚 他说呢 我实际入境 就带了一千磅 现在花了八百七十磅 然后他问我 你看我这样回答行不行 然后他又把移民局的回信呢 就是福利部的回信 给我发过来 英文的 我就不说了啊 他 那个移民局 这个福利部呢 要他写一份个人声明 就是个人声明 把他的情况自己写一下 他写了很长一段声明 就解释 他这个钱的流水账 以及那些钱 进京英国以后是怎么花费的 等等 他写了一个个人声明 然后他给我发过来 他说我这样的回答 行不行 有时间麻烦请你看看 行不行 然后我立马给他回信 我告诉他 基本问题不大 就是中间有这么一段 你没有必要 你这是一种心虚的表现 你没有必要提到这个 他说是 他心虚 所以呢 他把它删掉了 结果呢 他用谷歌 把它的中文信翻成英文 然后 发回给移民局的福利部 下面就是好消息了 立马当天就回信了 你的紧急房子申请 已经被批准了 然后下面说 我们来接你的时间 是下午五点半 然后接你的地点 是多少多少多少号 也就是这个客人 他本身现在住的这个地址 也就政府派车子到你住的地方来接你 然后下面就说了一些细节 比如说 请早一点在家里等 需要三个小时的等待时间有可能 另外呢 你最多每个人只能带两个行李箱 当然了 不除 如果有婴儿 婴儿车啊 或者如果有病的话 那些医疗设备不算 最多每个人只能带两个行李 目前具体分到哪一个房子到什么地点 还不知道 请你问 就是如果他们派车来接了 你上车你问司机啊 我是送到哪里去 结果呢 大概到了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分在伦敦的一家酒店 然后这个分房的一个协议书 我说你给我拍照 你一定会有一个协议书的 像表格一样 上面写着你们家人的名字啊 房子的地址 我说我们律师事务所需要有这个东西 表明你已经被政府批准了 在紧急住所里面 他拍了照 就给我发过来了 最后我给他一句 你看 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他说 是的 谢谢 在这里我就说 你们带着孩子 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不要确肠 申请政治庇护和申请福利 基本上是两个程序 你即便福利申请不到 也不影响你申请政治庇护 所以你有什么失去的 你有什么害怕的 所以你们就催他 脸皮要厚 不要不好意思 自己有生活困难 这是你的权利 你就去申请 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拿不到 你过两个星期被拒绝了 他还会给你机会 你再申请 我有的客人申请了三次才拿到 总体意思 生活上 你一定要自己去努力 你新到一个国家 人地生疏 你一定要学会自己去处理 自己生活上的问题 包括你感情上 遇到的一些挫折 那我有的客人 女孩子 什么男朋友打他了 家暴了 还有被人骗了 正儿娜 都打电话来向我咨询 我说我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对不对 他说你是我的律师 我说我不是 我不管你这些事情 我确实是年纪大了 我哪有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 对不对 我们一码归一码 最好能够把事情弄清楚了 不要不归我管的事情 你如果想听听我的建议 可以 你要我帮你去处理 我实在是做不到 而且我把我这点有限的精力 花在这些身上 我势必我就浪费了这些精力 那么我对其他客人 在法律 在申请政治庇护程序上面的精力 自然也就减少了 这也是不公正的 总体来说 我就是不管这个事情 那么今天呢 我主要就是想说这些 但是呢 我今天谈的这个福利呢 主要是对有家的 有孩子的 如果你是单身的 你去申请福利 你政府不会把你排在一个紧急的层面上 所以你会等很长的时间 有的人等几个月都有的 有的人他说我不要房子 我只要钱 那就说明你并不是非常紧急的 有的人他只是单身 那么也不是属于经常就是能碰到的那种紧急情况 除非你是睡在大街上的 你有证据 确实是紧急的 如果你有地方住 那么你又是单身 他们一般福利部把你的申请的排队呢 按照正常程序排 这就导致了时间拖的很长 但是你拖家带口带着孩子 然后呢 又跟他说的很严重 没地方住了 他不能让你这个家庭带着孩子 睡到街上去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如果是拖家带口的 那你不要放弃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 那怎么说呢 你也不要放弃 但是呢 你要脸皮厚 你要经常的去吹 今天的视频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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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